LAYO 了世紀,天氣中更新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薩拉聖人對上印度斯坦人 這場比賽是神愛邪的哈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約出生點位8點鐘方向的薩拉聖人 薩拉聖人的特色是4級的非常便宜 而且手續費的買賣也會很優勢 而且他的科技是非常全面的 三攻三防全部都有 有大肉馬、有強奴、有劍兵勇士 槍兵勢也不太行,但是有馬蜂路線也能打 甚至有火箱跟火炮,而且還有工程工程師 甚至生理科技也是全滿的,非常全面的一隻文明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印度斯坦人 印度斯坦人是村民的造價非常便宜 帝王駱駝有攻擊速度的加成 算是駱駝之神 帝王駱駝是真的厲害 那我覺得第二強應該是屈折羅倫 我覺得帝王駱駝還是有他的存在價值 攻擊速度極快 那他的落馬路線也算是全滿 戰功三防都有 但印度斯坦的奴兵是稍微弱了一點 沒有強奴 但是可以考慮走馬攻路線 雖然沒有安協人戰術 但一些特殊情況 還是可以用印度斯坦打馬攻 印度斯坦的槍兵路線跟印薩阿森一樣 都是槍兵不太行的 其實斯帝帝國裡面就是有駱駝的文明 槍兵的部分都是只有重裝長槍兵 所以稍微弱了一些 那他的森旅科技是有救贖思想稍微能用的 那後期沒有異端血術的關係 所以駱駝如果被招想就會很難受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 好那先來看一下印度斯坦左邊的黃金礦的位置 看起來這兩個礦區是比較麻煩的 因為這裡都是高地的關係 城鎮中心可能這個位置也不能補下 只能放個採礦的地或是這邊要蓋個城堡稍微左鎖會比較好 因為前面部分你也不可能圍起來 這個地圖看起來對巴拉斯來說並不是那麼的好 那前面這個黃金礦的位置也是喔 哇巴拉斯這個地圖是有點炸裂的喔 除非他可以把這個正面給圍起來 那後方的位置 這裡要小微的話前期也需要耗費大量資源才行 那我們來看一下薩阿森人 那薩阿森的黃金在後面就相當不錯 雖然果汁在前面前期也是不太好防守的 除非你要把這邊圍過來 然後這邊稍微小微一下 稍微小微一下 離過來 或是直接從上面這裡圍一下就行 以小微來說的話 ACC的地方地圖就會相當不錯了 但它黃金礦跟巴拉斯一樣的問題喔 都是在偏前方的位置 而且都是不太好防守的地形喔 好巴拉斯這邊已經點下了封箭時代 打了一個17匹升級1 17匹升級 海金點下支部技術了 並沒有偷支部 兩邊都是17匹 那薩阿森人 他也是一個沒有經濟加持人文明喔 其實印度斯坦也是喔 但是印度斯坦呢 他的後期有一個科技叫做大幹道 可以讓黃金的收益喔 再加持核勝喔 所以也不能說他是完全沒有經濟加持人文明 而且他的村民本身又折荷的關係 這個前期的經濟來說 壓力會比薩阿森人還是會小一些些喔 好那這邊剩下來了喔 印度斯坦就可以抓一些槍兵或是肉馬 去給對方更大的壓力 好薩阿森人這邊是走工兵開局 一個人挖金 這邊補下了房子 好我們先按著第一隻 開始把家裡給圍好 好後面這裡也是 這邊要不要圍過來一點 直接圍到城中心這裡就行 那待會這裡農田喔 有一半會遺漏在外面 所以農田可能要往裡面灑 這邊灑個一半左右 城這邊也不灑 灑個半三分之一的圈 好這邊後面農田繼續灑完 可能就會比較好農上去了 那城起沒意外的話 應該也是打的 比較沒有那麼的激進 就是小打小鬧 好肉馬過來 回家防守 槍兵跟弓兵出來 看看這一波 哇直接深入沒有要演阿 這一波一定要打下的 後面毛兵緊追在後 這一波 ACCN 我覺得有點衝動喔 直接要深入進來 好但他這一波衝動也不是為了要抓村民阿 他真的是為了要讓自己家裡有機會農起來 但這邊又有卻是轉出了馬舟喔 也沒有高速喔去補下農田阿 這就有點矛盾了 他到底是想要打架還是要開農呢 那 ACCN 這邊是轉肉馬出來 但感覺現在轉肉馬出來也沒有辦法做到很好的效果 因為你肉馬的數量已經要超過四隻 打對方正面才有可能有優勢阿 好 那巴拉斯果然要把左邊這裡給圍起來 位置真的是蠻重要的 好 那目前家裡的狀況 農田只有八片田阿 當然是巴拉斯這裡已經十三片田阿 在這邊前期投資這個馬舟 讓我有點疑惑阿 這算是迷惑操作 好 這邊還直接轉了義工 突然要打大封建 但巴拉斯家裡已經花為好 甚至要點城堡時代了 ACCN這邊投資的東西 要是現在這個時間點 沒有打出優勢來的話 待會時代會升得非常慢阿 我覺得ACCN這個打法不太適合現在的META 哇靠 巴拉斯已經點城堡時代了十六分半左右的時間 雖然肉馬這一波是一定能打得贏這坨 攻兵 這坨毛兵一定能打得贏 而且這攻兵怎麼往前阿 還被人家收掉一隻 好 ACCN這裡有點小小失誤嗎 好不確定 但這一波壓力確實很大 證明要趕快圍死了 這裡也要趕快 好家裡一部分趕快圍死最重要 現在是ACCN的高光時刻 要是這一波沒有打到一些村民 讓對方出現法寵失誤的話 那自己可能就要被城堡打封建了 跟ACCN離城堡時代是非常遠的距離阿 好巴拉斯這裡點下了品種 那裡直接一個大爆圍 巴拉斯生時代不想要被入侵 戰毛兵的部分有繼續補嗎 沒有 有有有補了一些毛兵 稍微擋一下 後面肉馬過來打 好這裡繼續圍 把他立圍的像防止迷宮一樣 OK 升到城堡時代 這裡要趕快轉一下輕騎兵 上前開打 馬凱升級了一個 好 輕騎兵一升級好就可以去防守了 好 那村民部分 現在ACCN抓到兩村 戰果來說還不錯 而且讓巴拉斯這裡圍了大量的木頭在房子上 還算是可以 喔 這個有點掉了殘血的農民 好 這裡也要把房子滴一滴 後面騎兵要來 來 輕騎兵升級好 攻擊力可以高達 7點傷害 好 這裡 ACCN要保護好自己的 弓兵 前方落馬 應該不會輕易的讓對方上前 好 弓兵直接 在後面偷擊射 但是前面的輕騎兵沒有先打弓兵 反而是先把對方的 刺頭打完之後再回頭打這些工兵 OK 但最後還是可以順利拿下 ACCN也盡力了 這一波ACCN其實打得很不錯 好 雖然剛剛看到覺得好像是一個迷惑操作 但最後是拿到了三隻聰明的擊殺 聰明術也順利的拉開起來了 等於說ACCN這一波工兵跟肉馬 控的確實不錯 好 班辰斯這裡 時代上雖然有優勢 但是沒有馬上開下城鎮中心 經濟的部分有點糟糕 甚至現在要開TC都有困難 反而是ACCN透過前面的一波肉馬 配工兵的最強封建組織 直接把班辰斯打出了經濟差距 經濟差距已經來到了500多的資源 非常賺 好 現在薩拉森人駱駝也是血量最多的駱駝文明 這個初期駱駝就145滴血 算是史詩級的薩拉森駝Buff了 好 這邊村民要小心 但是加利歐弩炮了 應該能暫時守住 ACCN這裡是繼續出村民 點下二級伐木 曼斯這邊似乎是忘記了二級伐木的存在 這邊剛剛要解那一坨兵的關係 好 ACCN開始補大量落頭過來 後面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開始轉容了 曼斯這邊也是 這樣我們就是走一個轉容路線 好 走起來 這裡被逼退 這裡遭響 點發一下 好 射一下 好 直接繼續拉打 喔 洛馬被打 右邊的駱駝 準備要打破了 但還好上方有城鎮中心 稍微能擋 這裡是要村 駱駝會直接上來喔 這個會直接硬上 勝率要放出來 好 又穿少了一發 好 這邊一發一發打 血量掉的其實蠻快的 好 都可以放出來繼續中 好 但是讓對方收村喔 也是ACCN的希望 這樣子一直讓對方收村 支援差距越來越大 已經來到了幾乎1700的支援了 再差100支援的話 就差一個帝王時代的升級了 那現在ACCN經濟非常的好 後方經濟也沒收到任何的騷喔 好 曼蘭斯這邊要打贏對手的話 其實相當困難喔 經濟已經被控 正前方的黃金也不太好守 對方直接高地 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 後方稍微著搶一下 逼退一下 輪走技術還有30秒的時間 後方過來 直接開砍 這個木門 血量掉得很快 OK 瞬間要砍掉 剩80滴 結果遇到洛桃 選擇了撤退 對前方的主金 暫時沒有辦法開採 但曼蘭斯左邊還有兩塊金 暫時沒事 好 那曼蘭斯這邊是有轉出 等爆 那伊多斯坦能打對方也是駱駝的情況 還有攻兵的時候 確實喔 存出古拉姆的話 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等古拉姆吃量伊多 打對方駱駝其實也是稍微能打的 而且自己造價也是滿便宜的 最大的問題應該還是產能上的問題 好 這裡房子打破 所以我打算繼續 投資車兩台 這裡有打算要換一台了嗎 投資車結果走位一下 打了個插邊球 好 可以再投一發 一換一嗎 沒有 也是找了插邊球 還是ACCN這邊村民 要趕快來秀一下 在外面蓋房子呢 好 第三個城市中心也補下了 ACCN邊打邊農 這個打法是給對方壓力最大的打法 好 投資車換掉一台 好 再把投資車血量拉滿 就想要對頭 清奇兵第一時間可以上去 打一發混零換掉 但自己也被換掉了 完蛋 好 結果清奇兵過來 全部殘掉 這裡有14隻的工兵 可以走進來的話 可能會被TC射爆 應該還是不會趕直接走進來 現在家裡的問題 駱駝要衝進來了 後面有4隻僧侶可以招翔 這一波招翔 ACCN會被招爛 完蛋了 ACCN這一波衝動了 感覺這一波是不能往前用駱駝 給壓力的 可是後方工兵實在很給力 招翔的駱駝直接被射倒了 看起來出名處 開始被拉開了起來 這裡還是要靠個投資車 給更大壓力 好 砸一發砸到了 直接死了一大片 後方聖女 只剩下一隻聖女可以招翔 招翔到一隻路頭之後 對手給B3走了 這個衝車還在這邊一直頂 80終意識到 我經濟這麼差 原來是沒有點2級伐木啊 大聲了這時候補下來的1級挖金 3TC穩定開農 好 這裡開始轉先馬就 分射箭場 這時候再補產了 這個有點奇怪了 難道是要打大城堡時代嗎 沒有打算要升帝王 因為通常有支援優勢的那一方 都會想要垂下支援 開始前線進攻 變成轉手圍攻 但這一波並沒有打算要轉手圍攻 而是繼續出兵壓制 那如果要繼續出兵壓制的話 可能還是要補下第四個城陣中心 再把經濟再拉起來 再更快一點才行 好 這邊稍微著想一下 蛇蛇砸了一發 OK 步兵鎧甲點下 升級好了 現在薩拉斯人沒有辦法打到任何東西 後面這些輕騎兵 也沒有辦法直接順利進去 這時候點下了神聖思想 投石車換掉了對方的投車 哇 這個投車力大功 好 古拉姆要出來了 那古拉姆呢 他是用有串燒能力的 好 可以看到 這邊的攻擊力是9點傷害 遠防是3點 加1點的步兵鎧甲 那遠防到城堡斯大利斯的話是5點 奴賓的話是7點 所以怎麼射古拉姆都是2點傷害值而已 特拉森這邊點下了手推車 經濟也來到更好了 看起來古拉姆策略的話 還是需要大量資源槽盆擋住 好 僧侶好像有點怪怪的 怎麼那麼前面呢 僧侶第四天被工兵全部射倒 但臨死之前 凱斯順利倒強炮 投石在後面直接打了一發 後面只能被迫往後拉走 古拉姆正面應戰 直接戳爆了大量的駱駝 駱駝直接倒地 好 古拉姆這邊 還是繼續出 但已經點下帝王時代 壓力的話就會稍微小一些 好 古拉姆打工兵很快 三槍拿一隻工兵 這就是古拉姆的串燒能力 超高式的傷害 好 古拉姆爆 印度士坦沒有看到了 印度士坦要打古拉姆 右邊又補了一個城堡 這個城堡能蓋起來嗎 好像能蓋起來 古拉姆稍微擋一下 墮駝應該就要撤退了 好 那目前村民宿 110村 最上80 印度士坦 94村 村民差距來到了20村 那印度士坦這次雙TC開農 所以還是可以點下 屁王時代 但支援差距會非常誇張 現在是2800對3500 好 薩拉斯人點下了 拇指環 三級色跟化學 走的路線還是布弓兵路線 那薩拉斯人的布弓兵路線 打建築是比較痛的 所以剛剛破門時候非常快速 但是現在到帝王時代 破攻兵的優勢並不是那麼的明顯 古拉姆也很難去做個處理 也沒有辦法像馬共一樣拉打 這邊高地上去防守 古拉姆是精銳古拉姆 遠防來到了8點 查弩現在弓兵是9點傷害 怎麼打古拉姆都是一滴血 這邊串燒傷害 讓弓兵的血量掉得很快 直接串掉了大量攻兵 古拉姆這波打得非常漂亮 好 古拉姆開始多線騷擾了 好 繼續戳 哇 古拉姆有點麻煩了 這裡要補一個城堡 能夠補得起來嗎 五隻古拉姆已經做到 到了非常多的事情 哇 再戳個幾村 正面的部分古拉姆又在擋下 這裡要繼續走個多線 那後方這裡也是 有一些肉馬跟鱸駝 在後方也在騷擾巴拉斯後方的村民 這裡還是繼續運用古拉姆正面硬扛 然後扛住所有的傷害 用古拉姆有點吃力嗎 感覺還好 好 那如果古拉姆要當主力的話 可能還是要靠一下自己的 攻擊力才行 三攻要趕快先點一下 所以我是覺得先點三防可能不錯 當然有先點完精銳的話 感覺三攻可以先投資 畢竟遠防八點 對方只要不是強姆 都還是可以不用去升級三防了 好 不是三防 這個工兵路線 現在古拉姆沒有三防 現在就八點的防護力 怎麼打的話都是兩滴血 OK 那現在投資車 在遠地拍地板呢 變得驚喜兵打得有點開心 好 古拉姆現在一直出一直出 越出越多 好 這根高地城堡 馬上就要補好了 三攻點下化學還有一分半的時間 安德斯坦這邊可以考慮轉一些火槍 火炮或火槍 打火槍的話還有優勢喔 對面薩拉斯人雖然轉火槍 當然印度人有這個印度火衝 可以讓自己的火槍射程 高打九點射程 非常的遠 印度狙擊槍 這一波有機會可以秀一下 好 當然ACCM被古拉姆打到 聰明樹有點下降的有點誇張 甚至被半死已經反超回去了 100村對比上101村 村民差距來到了1村而已 巨型投擲機這邊補下 後面化學要等一下火炮出來 普拉姆這一波直接串燒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20隻村民在這裡瑟瑟發抖 哇 ACCM的村民一直被抓 普拉姆這邊BD打得非常好 好 現在ACCM的木頭直接歸零 怎麼辦 歸零的木頭的話 那連巨型投擲機的修理都辦不到 這裡又是一大頭的古拉姆 再次集結 三公這時候已經補好 有三公的古拉姆 打村民效率是非常好的 15點的傷害值啊 好 現在一樣四槍能戳掉一隻村民 好 看一下這一波 古拉姆能不能做得到更多的事情呢 好 火箱數量來到了24隻 這一波 印度斯坦要上了 但是有獨城戰法 我那一堆城門 欸 結果 這個怎麼有個洞 吐了吐了 火槍直接被古拉姆緊追在後面 開始串燒 完了 火槍可能要被戳光了 古拉姆打火槍跟攻兵的效率是非常可怕的 只要每戳到一槍就會可能死一堆了 最後被戳掉大約15隻的火槍兵 古拉姆也是死了死傷影片 在人家城堡下方開戰 在後方最近投石機 好像撐不住 石頭已經歸零 巴拉姆這邊稍微買賣一下 古拉姆能夠成功 擋住對方的火槍嗎 結果火炮打了一發 倒了三隻火槍 火槍直接手撕火炮 但是好像沒成功 結果還是拍到了 投石車最後立了大功 還是投石車還是火炮 應該是火炮打的 我以為是投石車 哈哈 這個投石車一直在拍地板 好 古拉姆再次上前 這次的目標是想要拿下 城堡下方的村民 好 戰士開始轉移目標 開始打掉巨型投石機 巨型投石機全部拿下 好 我們 看到ACCN應該是量掉了 剩下83村突然被大逆轉 ACCN支援領先這麼多 但是支援量好像不太行了 全部都來到了極限 古拉姆現在要擋住也不太好擋 那擋古拉姆最好的方法就是 轉騎士喔 不然轉努力兵喔 大洛馬其實都稍微能打 薩拉斯人現在這裡要轉兵 也不是那麼的容易 火槍路線確實是一個好方法 但薩拉斯人還是 沒有騎士 騎士是稍微能打 但是沒有重裝騎士喔 好 古拉姆現在有點無法無天阿 想去哪就去哪裏 又就是印度版的老鷹 想怎麼飛就怎麼飛 好 這個騎士火槍 再度硬生生擠出來 想要再嘗試擋一下 但是加力已經四處著火了 ACCM真的可以嗎 真的夾起來嗎 如果是我的話 我應該已經投賞了 經濟差距實在太大 發安石這邊 工程還在去打 但是巨星球已經只有一台而已 好 這邊可以開始轉弱馬 好 後面一片狼藉 農田裡也沒剩多少村民在種田了 而且這個伐木區看起來也是非常投誠 好 這裡補了一個馬凱升級 ACCM擠出了13隻的火槍 最後這個城堡 有機會拿下來嗎 好 二級射 馬凱 高地打滴滴 沒有打到 但是後方大洛瑪來了 二級馬凱準備升級好 但是就算沒有二級三級馬凱 好像也沒有太大關係 先收掉巨星投石機之後 再抓掉些火槍 ACCM這時候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巴拉斯拿下比賽的勝利 好 後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由ACCM 拿到三個主要資源 石頭雖然輸了一倍 但是黃金、食物、木產 都是贏的狀況 甚至有失聖物 沒有想到直接被巴拉斯的古拉姆 直接打到翻盤啦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也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也要緊急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